大家好,我是梁教練 今天我會和大家分享治療感冒的五個重要月位 大家在收看之前,記得先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以後有最新的教學資訊影片 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了 亦都歡迎大家加入我的頻道做會員 支持我的教學工作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了 第一個動作 通鼻要按營香穴 營香穴位於鼻翼外圓的法令文柱 我們用食指按這個地方30秒左右 按壓刺激營香穴,可以有效痛鼻塞、止鼻水 另外亦都可以舒緩鼻鬥炎、鼻子過敏、感冒和鼻炎等等的問題 第二個動作 第二個動作 按按風池、止頭痛 風池穴位於後頸部兩條大根外圓的凹鍋柱 雨,雨、耳垂和膏 我們用食指和中指在這個地方按摩30秒 按摩風池穴,對於減輕頭痛有好好的幫助 同時亦都可以緩解眼睛的疲勞 改善失眠的問題 第三個穴位 第三個穴位 止咳、平喘、按太穴 太穴穴位於手腕橫紋 和拇指骨對下的膠匯粒陷柱 我們用拇指按這個地方30秒左右 太穴穴位於肺經之上 刺激這個穴位,可以治療咳嗽、氣喘、肢氣管炎、喉嚨腫痛等等 換另一邊 同樣地我們手腕橫紋和拇指骨對下的膠匯粒陷柱 黄到太淵越 我們可以用拇指按壓這個地方30秒左右 按壓的力度以舒服為主 如果感覺到酸、麻、痛 即是表示這個穴位不通 多按按對肺部的健康也有好處 第四個穴位 預防感冒按曲詞 曲詞位於手腕彎曲外側的橫紋末端 我們可以用拇指按壓這個穴位30秒左右 多按壓這個穴位 可以預防和緩解感冒的症狀 同時亦可以提高個人的免應力 換另一邊 同樣地在手腕彎曲外側的橫紋末端 找到曲詞穴 我們用拇指按壓這個穴位30秒左右 除了治療感冒 按壓這個穴位 這個穴位亦可以對解熱、高燒、貧血、網球肘 有好好的改善效果 最後一個穴位 喉嚴痛必按赤紮 赤紮穴位於橫橫紋上 穴兒頭肌見的小側軟 我們用拇指按壓這個位置30秒左右 這個穴位 主致喉嚨疼痛、感冒、烤喘、 爪步疼痛、手臂疼痛、心跪等等問題 換靈一邊 同樣地在橫橫紋上 均二頭肌見的小圓處 找到赤紮穴 除了按摩穴位 建議大家感冒的時候 要多點飲水和休息 症狀嚴重的話 大家必須及時就醫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天的分享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讚好 和分享給你身邊有需要的朋友 第一次來我頻道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旁邊的小鈴鐺 以後有最新的教學資訊影片 你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通知了 也歡迎大家加入我的頻道做會員 支持我的教學工作 我們下一集再見 拜拜